前面是 好大的房间 是独眼小宝们的会客厅吗 是啊 很宽阔的场地 不如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哎 现在吗 可是 哥哥要给你准备一些 惊喜 惊喜 什么惊喜 等会脱客自己去找吧 不过在这之前 你要乖乖闭上眼睛 转过身去 倒数六十个数 好吧 六十个数好长呀 三 二 一 好了吗 哥哥 再给我十秒吧 脱客 我还没藏好呢 我还没藏好呢 哥哥又耍了 好吧 那最后十秒 九 八 一 六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我睁眼了 我睁眼了 嘿嘿 哇 哈哈哈哈 啊 啊 这里 简直和我的梦里一模一样 是独眼小宝的世界 哇 他真的做到了 把一技守卫当作玩具一样摆弄 可是那样强行发动魔王武装 公子的身体会不会 厉害厉害 要不是这些独眼小宝长得太大了 好想把他们带回家呀 哎 话说我哥哥呢 哥哥到哪里去了 你们刚才不是在捉迷藏吗 哦对呀 托哥太高兴了 把捉迷藏的事都给忘了 那哥哥 我们一起找吧 好在被你们先找到了 带上发动魔王武装 原来比想象中更费劲些 不然让托哥看到我这副提不起劲的样子 可就太难看了 我记得你也有兄弟姐妹吧 我了解你 所以我知道 不论如何 你也不会在我弟弟面前对我出手的 可是 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到这种程度 我只是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而已 这就是我达达丽娅不断变强的理由啊 而且 孩童时期的梦是最易碎的东西 哪怕放着不管 也总有一天会自己碎掉 所以 一定要有人来保护才行吧 许下的承诺就该好好遵守 做错了事 就该好好道歉 基于他的梦 就该好好呵护到最后 这才是身为家人 该有的样子 就是这样 莫非 引起你的什么回忆了吗 你这副样子居然还要耍帅 赶紧去看医生吧 不错的提议 不过在这之前 有些东西 要请你转交给托克 这是 独眼小宝的玩偶吗 没错 是很久之前 我专门找铁枪定制的 本想带回直东国送给他 但现在看来 作为旅行的纪念品更好 哇 这样一看 当公子的家人 好像还挺幸福的 还有 我这样不告而别 对托克那边的说辞 也交给你了 你会帮忙的吧 冰川朗 雪原寒 撒谎的舌头 全动烂 令人怀念的拉勾勾童谣 是托克叫你的吧 摆脱你了 我摆脱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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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